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之后,欧洲大陆的惨状 二战期间呢,除了城市里的犹太社群遭到了重创 乡村地区的犹太社群也蒙受了同样的厄运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大片乡间 犹太人口的规模,从大约占当地人口的13% 一口气被催彩到了只剩下0.6% 夏沃里尼亚这个战前在波兰根本没人注意的乡下地方 当地的犹太族群居然被德军和当地的民兵杀光了98.5% 整个算起来,至少575万名犹太人在二战中丧生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也是最有系统性的种族灭绝 那么在这些冰冷的难以理解的数据之上 我们必须要想象,从更为个人的层次上 这些杀戮和死难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 埃里西亚·亚当斯 他是波兰城市德罗霍贝奇活下来的幸运 他这么写道 不仅我的父母,我的书白,我的姑姑阿姨 而是就连我儿时的玩伴 跟所有我从小认识的人 德罗霍贝奇的全体人口都被抹去了 他们一共大约有三万人 他们全部都被枪杀了 被杀的不只是与我至亲的家人 我看着所有人 我看着每天不同的某个人被杀 这是我儿时的一部分的日常生活 那么对于逃出生天或者是侥幸得存的犹太人 返回空荡而又荒废的东欧的故乡 是一种格外撕心裂肺的经验 知名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 他生于乌克兰,长于乌克兰 当德国入侵的时候 他搬到了莫斯科 当他在1943年底以记者的身份返回他故乡的时候 他发现他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已经遇害了 他是第一个用笔来描述这场浩劫的人 他写道 乌克兰见不到一个犹太人,哪都一样 帕塔瓦,帕尔科夫,克勒米丘格,鲍里斯波兰,雅各金 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数以百计的城镇里 在数以千计的村庄里 你都看不到小女孩泪水盈眶的黑色眼睛 你也听不到老朽痛苦的哀号 你看不到孩子挨饿时灰暗的脸色 这里只有一片死寂 万物陷入境址 以整个民族被狠心的谋杀了 随着犹太人这整个种族 在欧洲大陆几乎被彻底的阐蔬 一直累积了数个世纪的独特的文化 也就遗失了 如果要问有哪些族群 身在二战惨晃的最前排 那么犹太人一定是排在最前列的 他们被针对 像绵羊一样被赶成一群进行屠杀 所以他们有一个独特的视角 他们因此察觉到 大规模的屠杀 不是地区性的特例 而是整片欧洲大陆上 普遍开花的情况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在最绝望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一丝丝种子一般的希望 在战火告一段落之后 犹太人开始从 各种不可思议的藏存之处现身 数千人躲到了立陶宛 波兰和白俄罗斯的森林沼泽里逃生 另外还有数千人 在整场战争期间 都藏密在好心的 非犹太人的地下室 或者是阁楼里度日 即便是在满目疮痍的华沙 也有少数的犹太人 从一片废墟中探出头来 就像圣经故事里的诺亚一样 布下藏身的方舟 踏上一个劫后的世界 他们从水沟里 隧道里或者是特意造出的坑道中 熬过了像滔天洪水一般的大屠杀 而更大的奇迹呢 就是部分犹太人 他们从纳粹的集中营里 幸存了下来 尽管纳粹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要饿死这些犹太人 或者用工作累死他们 但仍然有30万犹太人活了下来 并且在1945年 获得了盟军的解放 整个算下来 欧洲大陆大约有160万犹太人 在二战中逃过了死亡的命 而且在这场灾祸中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国家 还是顶住了纳粹的压力 他们并没有为了明哲保身 而牺牲犹太人 像丹麦政府 就不曾通过任何反犹太人的法律 也不曾没收过任何犹太人的房产 更没有逼迫任何一位犹太人 从公职上离职 一发现他境内的7200名犹太人 被纳粹的党委军锁定 丹麦政府就釜底抽薪的秘密 把几乎整群人撤到了瑞典 意大利人也抗拒了德国各种 想要遣送犹太人出境的尝试 而且不止在意大利本土 就连在他征服的疆土上 也是如此 纳粹党委队曾经开口要求保加利亚 遣送一共49000名犹太人 但是保加利亚上次国王 下着议会教会 知识界 甚至农民 都激烈的反抗着这些措施 正是因为这样 保加利亚成为了二战期间 欧洲唯一犹太人口增加的国度 当然还有很多个人 勇于挺身而出 为了拯救犹太人 而干冒生命危险 这些人当中呢 有些相当的出名 比如说德国的实业家 奥斯卡辛德勒 就是一例 但事实上 自1953年以来 已经有21700多人 荣获了以色列官方认定 是拯救犹太人的意识 其实他们中的有些人 对犹太人 有着很深的偏见 但他们依旧愿意 庇护犹太人 荷兰有位神职人员 他就承认 自己对犹太人极为反感 他觉得犹太人 令人厌恶难耐 和荷兰人差别很大 另成一格 很显然并不归属于荷兰 但即使他有这样的评价 他还是愿意为了帮助犹太人 逃离纳粹 而被捕关进了集中营里 正是从这些 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作为中 让人类文明 还是看到了希望 犹太人遭到屠杀这件事情 忽然是欧洲大陆上最知名的 种族灭绝的邪恶的例子 但在欧洲的不同角落 还有其他族裔的悲惨命运 并不下于犹太人的遭遇 像在克罗地亚 一共有59万2000名塞尔维亚人 穆斯林和犹太人 死于乌斯塔沙政权之首 目的呢 就是想要在克罗地亚全境 实行种族清洗 在沃里尼亚 犹太人被改进沙穴之后 又有数万的波兰人 遭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夺去了生命 保加利亚人 沿着爱金海北边 侵略和屠杀希腊社区 而薛亚利人呢 也在南斯拉夫 对塞尔维亚人 做了同样的屠杀 在欧洲很多地方 不受欢迎的族裔 会被二话不说的 赶出乡镇村里 这样的情况 在二战初期 在整个中欧和东欧 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国家 他想要夺回 在一战战后所失去的疆域 实际上最戏剧化的 对族群的驱赶 是发生在1945年 我们之前已经说到过 当时有数百万的德国人 被苏联红军 赶出了东普鲁市 西里西亚和奔美拉尼亚 他们的身后呢 是留下了一片鬼城 到了战后 当这些东德区域 被交到波兰人手中的时候 出来炸到了波兰人 形容在乍看之下 并没有任何异常的 街道 却弥漫着一种 鬼魅一般的了无生气 有些房屋里 甚至还有吃到一半的 盘中的食物摆在桌上 德国人被驱赶时 走的仓促 可见一斑 在1945年春天 被派到德国城市 斯德丁的波兰官员 斯比格涅夫 他后来就回忆说 到处都是空空如影 你进到房屋里 每一样东西 都还在那摆着 书架上的书 各种家具 你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 但就是一个德国人 都看不到 在东德某些乡村地带 升起荡人无存的程度 可以用彻底来形容 1945年夏天 一名英军上校 就形容了 他去德国 梅科伦堡的体验 他写道 我们的旅途前几公里 穿过的是 拉本斯坦芬菲尔德森林 然后是一片富饶的农地 当我们抵达克里维茨的时候 我这辈子都没有走过 如此诡异的一趟路 红军士兵岗哨 是我们唯一看到的人类 农场荒凉 骨仓空荡 田野里看不到牛马 家禽 简单地说 这就是一片死地 在通往克里维茨的 18公里里 我记不得我曾经看过 任何的活物 除了几位红军之外 我没有听到过一声鸟叫 也没有见过任何野生的动物 短短的六年 欧洲的人口结构 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波兰的人口密度 降低了27% 甚至连波兰东部的某些地区 已经变得人际罕见了 曾经是民族大熔炉的国家 经过大力的清洗 已经变成单一种族的地带 人不见了 社区也不见了 多元性也消失了 大片的欧洲 变成了单一种族性 高得吓人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 这种批发式的 将族群 斩草除根的行为 让外来者觉得 场面毛无所容的话 那么极少数 生活在一片空虚之间的人 就更加是 摸着头脑了 在法国 利姆赞地区 格拉纳河畔的 阿拉杜大屠杀的幸存者 就从来没有真正的 从他们遭遇里走出来 1944年的夏天 作为对当地 反抗军活动的抱负 全镇的男性 被集合起来枪毙 富儒呢 则被赶进教堂 一把火烧死 战后政府决定重建 不过他们选择 重建的地址 是在旧址的隔壁 他们想把旧有的阿拉杜 作为一座纪念碑 保存下来 所以直到今天 原来的阿拉杜 仍然是一个 没有人烟的鬼镇 类似的屠杀 以毫不逊色的残忍程度 发生在全欧洲 不可胜数的各个地方 像我们之前讲到过的 为了报复 对海德里希的刺杀 而在杰克斯洛伐克 利丁策所进行的大屠杀 他将利丁策 这个村落 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了 1945年 在纳粹的各个集中营 获得解放之后 利丁策幸存的女性 返回他们的家乡 他们一时之间并不清楚 在他们的故乡 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在边界 遇上了杰克的士兵 他们才得知真相 其中一位女性 米洛斯拉瓦 卡里波瓦 就这样描述了她的反应 那些士兵低下了头 不少人热泪盈眶 我们说天哪 不 千万不要再说 更多的坏消息了 其中一名士兵 对我看了口 我才知道 距今三年前 村子里所有的男人 都被枪毙了 小男孩都死了 男人们也都死了 更惨的是 孩子们 还是被毒气毒死的 这对于我来说 就是晴天霹雳 等到这些女性 回到村子 她们看到了 只剩下一片荒芜 记忆中的村子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那么这些幸存的妇女 只能在脑海里 去平掉 她们曾经的家园和亲人 这样的经验 在地方民众的心里 其令人通心疾首的程度 绝不下于犹太人大屠杀 村镇的毁灭 不仅是幸存下来的那些民众的损失 也是周边整片土地的损失 甚至可以说 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损失 杀戮或许在欧洲大陆 这片布料上 开了一些很大的口子 但此外 还有更多 其他更加细微的族群缺席 就像是一条锦段上 某一条丝线 被完全抽搐了一样 这其中最震撼的 也几乎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的 就是男性的缺失 在欧战胜利纪念日那一天 所拍摄的照片里 我们可以看到 在英国乡间 女性和孩子们纷纷跑出门来 庆祝战争的结束 就像户外派对一样 但在其中 除了零星的老人家 和偶见休假回家的士兵以外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男性 但照片里的英国妇孺 他们还是笑着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丈夫 父亲 儿子 只是暂时的缺席而已 可是换到欧洲大陆 其他的地方 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多数德国 和其他轴行国的士兵 都在战后遭到拘积 当中不少人返回家乡 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当然还有数百万 各种国籍的士兵 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位英军上校 在战后写道 我们在德国 移动了数千英里 最容易注意到的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完全看不到 17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 德国完全变成了 女人 儿子和老人的国度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 不止一代的年轻女性 注定要独守空房 单纯只因为 他们身边的年轻的男性 很多人都已经死去了 就以苏联为例 二战结束的时候 女性人口比男性 多出了1300万 男性的缺席 在乡间格外的严峻 集体农场的劳动力 有八成是女性 195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苏联在1929年到19300年之间 满20岁的苏联女性 在1959年人口普查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婚嫁 战后的欧洲大陆 不仅成为了女人的国度 也成为了孩子们 跑来跑去的地方 在战后的一团混乱里 很多孩子和家人失散 同是贴沦伦落人的他们 只好成群结党的 来求取安全 1946年 罗马纳布勒斯和米兰 一共有18万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 他们睡在别人的家门口 或者是巷子里 平日里以偷盗乞讨为生 问题的严重程度 甚至惊怒了教皇 他亲自呼吁世人伸出援手 来帮助这些 漫无目的地在村镇间流浪 孤苦无依 并且暴露在很多危险中的 意大利的儿童 在法国呢 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经常被发现 睡在农服堆成的稻草里 在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东部 树林 洞穴 和残原断壁中 经常会看见孩子们 成群而饥饿的身影 在1945年的夏天 光柏林一处 就有5万3千名孩子 流落在外 而不知所终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点出了欧洲社会组成中 另外一个致命的缺憾 那就是为人父母者的缺席 欧洲但凡是战火肆虐严重的地方 这个问题也就越严重 比如说在波兰 战后就产生了 远超100万名的战争孤儿 而战争孤儿在德国 恐怕也有100万之多 光在英国战领区 登记在案的战争孤儿 在1947年 就有32万2053人 欠缺父亲 少了男性的角色楷模 在当时成为极为普遍的情形 连孩子自己都不觉得奇怪 像华沙出身的波兰人 安杰一就回忆说 在我的印象里 只有一个男生家里有爸爸 他在战后 换了一个又一个的难民安志颖 他说 男人是一种稀有动物 你几乎看不到 他们在四周走动 联合国教科门组织的资料显示 在当时 德国孩子失去父亲的比例 是三分之一 在失去父母 或者是没有爸妈管的日子 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 也会带来意外的好处 安杰一就坦诚 安志营里的童年虽然苦 但他却跟一群男生 在德国南部的营区外面 真的玩过一些 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说 根本无法想象的玩具 安杰一回忆说 我们那群孩子就像野狗 那时的生活超不无聊 恐惧不见了 阳光很灿烂 每天都能发现有趣的东西 有一次 我们发现了一颗未爆弹 知道这玩意儿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暂时将它放置在溪水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 应该拿这个东西怎么办 最终呢 我们把这个炸弹 放进了另起的营火里 然后跑到山谷的另外一端 去看会怎么样 结果我们看到了一场大爆炸 我们压根没去管 会不会有人不巧地经过 我们什么都没想 还有一次 我们寻宝 发现了德国机枪的弹药 而且还不是一点点 是一大堆 所以我们把这些弹药 就放进了一个 被人丢弃在森林里的金属炉子里 添了一些柴火 然后把炉子点了起来 那效果真是棒极了 炉子被射的一个洞一个洞 变得像筛子一样 在安杰一的回忆里 他会和他的朋友们 拿着满满的汽油桶来生火 会在无烟火药上点火 而烧掉自己的眉毛 甚至他们会拿着 凯击炮的炮弹相互扔 有一回 他们居然找来了一支 德军的铁拳反坦克火箭 来进行发射 而在他的回忆里 并没有害怕两个字 而是 这是超棒的体验 还有一次呢 他们居然步行穿越雷区 只是为了采摘 在废弃的德军掩体上的 野生的覆盆子 安吉一解释说 这个时候已经是战后好几年了 地雷都露了出来 所以我们觉得 只要小心一点 别踩着就行 毕竟看得到就还算安全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当时真的很蠢 不过运气也真的很好 也许你蠢的时候 运气也会好一点 我现在只想说 那些覆盆子真的很漂亮 那么安吉一 他还是幸运的 他不仅玩这些致命的武器 没有把命送掉 而他身边 最少还有他的母亲 而且呢 过了不久 他在波兰地尔军团服役的父亲 也悄然出现了 他的双亲都在战争中 幸存了下来 这是多达1300万 欧洲儿童得不到的奢侈